聰明 请问现场所有的同志们 我们本党征召侯友宜同志 作为中华民国第十六届总统候选人 赞成的请起立 全国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 我们请侯友宜同志一上台 非常谢谢本党团结一致 全力支持侯友宜 谢谢大家 我们请侯友宜同志上台 与朱立伦最强走教练 双手牵起 共同团结 所有党代表我们一起 侯友宜 动算 谢谢我们所有党代表 所有党员同志 感谢我们的新侯友宜同志 先到后台稍坐休息 马总统 侯师长 我们敬爱的伯公 江前主席 各位副主席 韩市长 各县市长 所有我们党内的先进 所有的同志 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早安 太高安坐 大家老大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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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是本党第21届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今天我们国民党的大家庭齐聚在一起 团结在一起 团聚在一起 各位好朋友 去年我们在全党的团结努力之下 在最艰苦的环境之下 我们共同团结胜选 去年的1月26 国民党赢得辉煌的胜利 是全体的党员先进 全体的好朋友 全国的民众 对我们国民党的支持 跟国民党的肯定 感谢大家给予我们支持肯定 在选战的过程当中 我们碰到过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乱流 但是我们有坚定的决心 有坚强的意志 我们知道 只要团结 没有什么不可能 什么都可能 只要不团结 就变成什么都不可能 我们很清楚 只要团结 什么都可能 不团结 什么都不可能 我们大家也知道 要放下自我 遇到困难的时候 遇到横利的时候 小我小一点 大我大一点 大家要秉持一个心 就是成功不必在我 成功一定有我 大家说对不对 对 面对2024的选战 我们知道全台湾 超过六成以上的主流民意 都希望要政党轮替 希望要搬转台湾 台湾才会更好 今天我们都知道 面对2024的选战 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这是一场和平与战争的选战 是我们选择 未来要和平安定 还是兵凶站围的选择 各位好朋友 民进党台独党纲 加上他们七年多执政以来 不断地去中反中抗中 为了一党自私的政治利益 把台湾民众陷入了一个兵凶站围 可能变成全世界 大家最担忧最危险的地方 各位 过去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大家都说台湾是全世界的奇迹 是经济的奇迹 民主的奇迹 今天民进党竟然把台湾变成 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这一次民进党还提名了 台独今孙 手拿着台独万岁 口中喊着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 要来参选总统 各位 不只台湾 连全世界的友人 都担忧台湾要陷入战争的风险 变成一个最危险的地方 各位 我们中国国民党 是创建中华民国政党 是永远守护中华民国的政党 我们根据我们中华民国宪法 两岸人民性关系条例 中国国民党党章党章的规范 我们很清楚的都知道 我们包括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包括我们反对台独 反对一国两制 这都很明确的 是根据我们的宪法 根据我们的党章党章的规范 来推动两岸关系 今天我们不但能够坚定立场 同时我们一贯的作风 做法就是亲美有日和路 让世界的民主友人对我们有信心 将来国民党重新执政之后 会成为和平的缔造者 会成为和平的缔造者 绝对不是像民进党要变成世界 民主国家造成的麻烦者 我们共同有决心 让大家知道 这一场选战 关心每一个家庭 就是一场和平与战争的选战 各位好朋友 民进党除了台独党纲 另外一块神主牌 就是反和 非和家园是台湾大家的共识 但是大家知道 必须要务实稳健 最少我们需要有电 最少我们需要国家的能源安全 还有环保减碳 这三大目标 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 民进党为了他偏执的反和 让台湾人缺电断电 让企业家担忧 让国际的投资不敢进来 我们都很清楚 侯友宜也宣示过 国民党从满执政之后 一定要确保稳定的供电 在我们核能安全 积极解决核废的基础之下 我们核一 核二 核三 要继续圆育 确保我们的供电 确保我们的安全 确保我们全民大家的幸福 这一场选战 就是要让我们有足够供电 能够光明台湾 或是民进党让我们断电缺电 黑暗台湾的选战 各位好朋友 我们也很清楚 今天在台湾 民进党执政这七年多来 自然败坏 诈骗横行 绿色特权 比比皆是 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叫做 绿能你不能 民进党什么都能 造成台湾不公不义 年轻人在烈日之下 走上街头 要追求公平正义 抗议不公不义 民进党在五星级饭店 吃香喝辣吹冷气 嘲笑年轻人 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个画面 各位侯友宜 就是过去大家人人都知道 扫黑扫除不公不义的铁汉英雄 他是人民的公仆 公平正义的化身 他今天是我们新北市的铁汉市长 明年以后 他是中华民国的铁汉总统 要扫除不公不义 要重设特征组 要彻查所有不公不义 所有特权恨行 所有黑金犯案的事情 还给我们一个公平正义的台湾 所以这场选战 就是公平正义对绿色特权的选战 大家说对不对 对 各位同志 各位好朋友 民主的真谛 就是 今天做败 要看人 做不好 就下台 民主绝对不是民进党做主 民主是人民做主 今天2024我们人民要做主 不是民进党做主 不是民进党为主 我们共同要下定这个决心 做败瓦囊 做不好就下台 各位 今天到台湾各地 大家都听到 大家都看到 超过60%以上的民众要政党轮替 大家也都很清楚 只有政党轮替翻转台湾 台湾才会更好 人民才能过好日子 今天我们全党会集一堂 我们提名侯友宜是经过最公平的民调 全体的立法委员 全体的县市长的意见调查 大家共同的决定 提名我们各地 所有区域优秀的立法委员 也是大家共同的决心 我们都知道 要拼2024政党轮替 翻转台湾 必须要结合每一份力量 我们必须要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 结合每一位的朋友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但国民党要团结 蓝营要支持 我们要非绿的朋友 所有希望台湾更好的朋友 大家一起团结在一起 我们不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努力要全力的 让我们非绿能够大同盟 大联盟 再也能够大联盟 未来执政之后 我们还要大家共同 建立一个和平安定 公平正义的执政大联盟 共同来翻转台湾 台湾更好 各位好朋友 这是台湾民主关键的时刻 是和平与战争的十字路口 让我们团结一致 共同努力 团结胜选 谢谢大家 团结胜选 加油 团结胜选 我们一起加油 也感谢我们最强总教练 朱立润 谢谢主席 是 做不好 民进党就要让他下台 民主就是要让人民做主 今年是公平正义与绿色特权的对战 我们国民党要全雷达好不好 好 好 我们谢谢主席 公民 请问现场所有的同志们 我们本党征召侯友宜同志 作为中华民国第十六届总统候选人 赞成的请起立 全国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 我们请侯友宜同志一上台 非常谢谢本党团结一致 全力支持侯友宜 谢谢大家 我们请侯友宜同志上台 与朱立润最强总教练 双手牵起共同团结 所有党代表我们一起 侯友宜 动算 侯友宜 动算 侯友宜 动算 友宜 友宜 动算 友宜 友宜 动算 谢谢我们所有党代表 所有党员同志 感谢 我们也请侯友宜同志 先到后台稍坐休息 朱立伦主席请就集长区 因为接下来 我们也请我们所有先进先行就职 南四 互月 宝费 电少论 decide Anybody cran 静